消滅掉 所有的歷史文化全部不知道 去到那邊你知道嗎 博物館是開放的 他要求你們 你們如果能夠知道過去的歷史 你告訴我們 東西可以讓你看 可以讓你摸 像那個暴龍 我們都知道暴龍嘛 暴龍誰發現的 奧匈帝國的科學科學家發現的 叫什麼你知道 你Google找不到暴龍的科學家啦 發現的科學家 鸚鵡螺有多大 奧匈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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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合成一個帝國 以前在一次世界大戰他是一個帝國 後來就戰敗之後硬把他分裂 把所有科學家抓走 就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戰敗的時候 我是不是把所有的科學家 所有的科學家全部抓走 蘇帝也抓了 抓啦 就抓走了 所以他們就會有很多東西是斷層的 藏在那裡 書庫裡 因為以前貓也告訴我 要去那邊 找找書庫 書庫裡面會有人去書 他們會留下來 就丟去 沒有人懂 沒有人懂啊 就去看 哇 有中文的 哇好棒喔 真的真的 你去那邊書庫裡面 沒有人啊 進去人家 管員管理人 你是哪裡來的 就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台灣 你現在來這裡幹什麼 他們不會再進去 讀書館書庫 你說 我們這種 學校的書庫 不會啦 這跟各位講 看開始就是這樣來的啊 很值得各位有機會 如果去歐洲玩 尤其德國玩 他每個大學真的很有學問 然後不要像那些阿拉哈一樣 或是我們台灣的那個 動物旅行團 去那邊 這個就是好 走 真的啊 我如果 再跟我有動物旅行團 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看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去那 那麼多天就看到好多他們 那種的 帶來 然後就問他 你怎麼說 我要出幾班啊 看誰 哦 這是什麼博物館 這是什麼大學 阿姨公主的洋娃娃 哈哈哈哈 對啊 真的真的真的就 就這樣 蠻可惜的 所以說我們後來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四族有沒有職工專門 在代理品之後 我們就跟他講 告訴你 你照負責帶這種團 一定是滿 一群人跟你們玩 像去科普勒的博物館 科普勒為什麼 怎麼看 我一群人就進去啊 看完 他就出來 跟你講 對啊 他就說你們負責來帶這種團 我們說 我們兩個都在公布 那上班怎麼可能嗎 對啊 那 那 接下來張秀 新秀的話 在中國古代的話 最主要是 青天劍他們開始觀測 天文新關 開始觀測天文新關 開始觀測 開始觀測 因為我們在中國古代的話 放過年春節多久 多久 除夕開始 算到初三至少 初三不止 不是嗎 過元宵 過元宵 一定是過元宵 過元宵 因為你知道春運嗎 春運一寵 我讓他想說 真的有十五天那麼久嗎 後來就因為民船 有一些大陸的學生來 我就想 你們過年放過 一個月才 以前都是一個月 十五天 算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 一個月 好 一個月 他說 我想說為什麼 你知道他學 中國大陸的基學的時候 不像現在還可以開車 那個泥泥地 雪地都多危險啊 很遠 很遠 而且要上班的也很遠 一個月 那這個 後來後來上班才變成十五天 那張秀呢 就是只會開張 就是 這時候皇帝準備要上班了 這一天來 這個張秀出現大概就是 以這個時間 那新秀呢 是七天間要上班 這邊有個靈臺有沒有 七天間要上班了 好 靈臺要開始進行觀測 這是一系列的 齁 靈臺 靈臺 靈臺在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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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 衣袖我們剛剛講的分裂是 清秋 對不起 本人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 到底什麼意思 他這個可能跟都後面什麼 在南方的時候 就跟很多軍事有關 軍事有關 軍事有關 好 那再來就是 再往南的話 就會找到半人馬 半人馬 怎麼找 半人馬裡面的話 最主要的話 這是四座 那半人馬是比較下面 比較下面 這個區域 看一下有沒有 當分門的 好 半人馬這邊 半人馬這邊 我們第一個 我們想找的是 南十字 南十字 問各位 南十字的新官 是不是中國的 想必不是 我曾經為了這件事好好研究過 南十字 這個新官 在中國 非常古老 蛤 非常古老 蛤 那時候我想說 怎麼可能 很多人說南十字是後來的 什麼 南天啊 什麼的 不是 中國的 然後 怎麼找 很多人都想看 是不是 從這個 烏鴉都這樣切下來 這個 這條線 跟這個 中垂線 垂直線 垂直線 往下拉 就可以找到它 找到它 那如果說 再玩一點細節的話 它就從那個 底秀 拉下來 就可以了 一般來講的話 我把它拉上來 這邊的話 南門二 馬負一 南門二 馬負一 南門二 馬負一 這個都是中國古代的新官 這是古代就有了 在漢城的話 就可以看到 這是 南十字 我們中國古代叫十字架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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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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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樓是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剛開始在讀的時候 一般 我每天讀的差不多了 南天庫樓是什麼東西 一直很難找到 我剛剛講過 中國古代文大概分為四大領域 農政 治水 為政 把國家治理 怎麼會把治理好 軍事 等到我收集到了 農政 農業 農政 怎麼樣 種稻 收割 治水 為政 為政 怎麼治理官員 貪污福弊 金用賢財 考試 另外一個軍事 軍事書裡面叫 古今胡書幾成 那時候說 買到了一個古今胡書幾成的 藝術類 兵部 那是康熙時代 將中國歷代的所有軍事方面說 全部統編在那裏面 我才知道 庫樓是什麼 軍器庫嗎 不是 庫樓 他跟漢武帝有關 漢武帝當年 他第一個劍士 黃北打 匈母 第二個 接下來是廣南 越南 百岳 百岳 被他休靈 打匈母 打多久 六年 六年 就把他幹掉了 過去 幫他打四年 我已經幫他打兩年 就把他幹掉了 那廣南打 打多久 只打兩年 漢武帝很聰明的地方 他不是隨意出兵 他在這幾次戰爭的時候 他發現到 一定要發明什麼 兵陣 兵陣跟兵器很重要 還手刀 你一定要特殊的軍事設備 你去打才會大贏 各位有機會去越南的時候 那邊水 靠著水路 船 我如果把我過去的那種 戰車馬車運過去 怎麼辦 以現行來講 我們是不是 水路運兵車 對不對 那這種船 如果能夠運很多的話 是不是 這種船 喔 庫 就是運 柔船嗎 不是 運 是 戰車的 以前那種馬車 俗稱 當時的叫戰車 的船 叫做庫 庫 是一種船 庫是船 那如果我想要把 一群兵人 依水路 將運過去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我在船上 蓋高樓大廈 對 我們以前的東國代表 房叫 房 屋 內心猶人 他是內心猶人 好 這是以前的 我們對屋子的形容 很少用 樓這個字 對 對不對 什麼時候會這樣 陽樓 陽樓才開始 所謂的建築業界 我們才開始用樓這個 當作我們的住宅的房子 之前都不是用樓 烏啊 色啊 這些名詞 都是用那個 那樓這個字 樓這個字 在漢朝時候就發明了 漢朝就發明了 他什麼 他就是 戰艦 我一個船 我現在隔好多城了 所有士兵叫戰爭排排站 樓船 樓船 庫樓是兩種戰船 兩種戰船 各位如果 可以去看 古今圖書 京城 藝術類兵部 裡面就有寫 有套 所以樓是一種戰艦 戰艦 專門運兵的 庫是專門運 艦船 戰車的船 兩種船 我這樣大拼人 到臨越南的時候 我就上他一開始打內阿 所以他打越南 兩人 就把他扣掉 所以毛澤東說 越南敢囂張 派兵 打一打之後再派回來 你永遠是我的 藩屬國 你知道嗎 毛澤東打越南就是這樣 你只要敢跟我囂張 我就派兵阿 我就一定修理 一定修理啦 因為毛澤東 毛澤東跟習近平都是一樣的 他不可能 在中國歷史定位 他可能比他爛嗎 對 我也想在歷史上留名 我也想在歷史上 誒 第一個輸給越南多丟臉阿 我一定要比 他們這幾個人的心 我都要比他武帝大 他打過的身上 我一定要打過阿 像最近不是菲律賓說 他要開發南中華 提名的地方講 你只要給他開發 我就跟你戰 不惜軍隊就過去阿 因為我有個學弟他在大陸 他們就說 習近平是一個 他自比為不能輸漢武帝 漢武帝他打過幾場男人 匈母 王菲打 王菲打 越南 越南在中國歷代的皇帝 絕對很少輸 那庫樓這個東西的話 主要就是他發明了戰場 他是兩種戰場 戰場 戰場 那以後我們會介紹的是 房屋在休息的時候 為事必 這就跟建築有關 建築有關 那可以在書上裡面 就會提到這個樓字 樓字不是建築的 他是船 軍事用的 那南門一南門二 因為當時 你知道各位如果有機會看 哈武帝當時打到蠻部的時候 打到多難 比胡志明四還要難 能不能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看到南門阿 南門是中國最南的 的疆域 在天上 是不是南天門呢 不是不是不是 南天門 不是 不是南天門 不是南天門 好 好嗎 那馬富這個人是誰 馬富是當時 和武帝封去平定的 越南戰役的將軍 馬園 馬富 馬富將軍 他是一個馬富將軍 馬富是一個將軍 我們在秋季的時候 有聽過天大將軍 天大將軍是指 天拔拿掉 大將軍是誰 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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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東西都話 這些有柱有橫 柱橫 這些都是跟他那個戰船裡面 他的一些結構上有關 那十字架 這些跟各位講的都是中國古代的 像日本他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們南軍 南軍 他的軍歌是 什麼 我要打到 看到 男士之心 所以他一路往南打 一路往南打 他們的軍歌就是告訴 我一定要看到 男士之心 這個說 這個做法 跟什麼 或許並一樣 我要倒看北斗 班師回朝 到底是一樣的 你如果各位有機會去看 我有一次在天文台 天文館的二樓 當志工 跟各位講 什麼時候福情最好 你知道嗎 大年初一 來者不上 上者不來 通常出來的一定是高層角色 就是很角色 來的都是很角色 我遇過那個 日本的天文台的人來 紫禁山副台長來 小孩子五歲 五六歲 很會講東西 憑什麼五六歲小孩子 懂那麼多天文 我就問他 你爸爸做什麼 我爸爸是紫禁山副台長 就知道找錯 那有一次是 日本的那個 他們帶一個 反應 我問你 東京 日本很大的一個天文台的 台長來 他們想知道說 這一段 那時候就跟他們交流 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當時也是 想知道說 想知道說 哦 他們日本軍歌裡面的 男士之心 是根據 因為我那時候在 各位如果顧客也知道 我會在FB上寫一些 道看北斗啊 安斯衛章這些 他們看到 他們想說 是不是 對啊 就會來問 不錯 他講這邊 當然 中國五星關 春藝大志上 然後這邊 再來的話 應該是 沒有 再來就是泰威圓 泰威圓 泰威圓的話 差不多 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再 再去 好 泰威圓 報索 可以宣布事情嗎 可以 幫我按一下 哈 上面那個 左 那個 紅的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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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